印度一名三岁男童近日独自在后院玩时 突然高声尖叫 他的祖母急忙外出查看后 发现孙子嘴边挂着一条死掉的蛇 吓得家人紧急将男童送医 经过医生确认男童啃咬的蛇没有毒 在留院观察24小时后 他已经平安出院 美媒新闻周刊报道 住在印度北方邦法泰赫加尔菲特克尔的三岁男童 日前独自在自家后院玩耍 他的祖母苏妮塔 苏妮塔突然听到男童惊声尖叫后 立刻冲出去查看 没想到却发现一条小蛇垂挂在孙子的嘴角 似乎已经遭咬死 苏妮塔立刻将死蛇拉出男童的口内 并为他进行口腔清洁后通知男童的父母 将他送往医院 为了能清楚地向医生说明状况 他们将蛇尸装进袋子中 一并带去医院 幸好经过医院确认后 脏男童咬死的是无毒蛇 他在留院观察24小时后 已经平安出院 总共有将近300种蛇栖息在印度 其中超过60种围毒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 2000年至2019年期间 印度有120万人因蛇咬死亡 其中逾四分之一死者为15岁以下儿童 WHO估计 印度每年发生约500万起蛇咬人事件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